這次很明白 什麼叫太平島不是島 什麼叫太平島是礁 已經侵略了我們台灣的主權 所以蔡英文總統 已經派出這個康定吉許方艦 前到南海去 不過很多就跟他說 怎麼會派康定吉呢 康定吉這種拉法葉的船艦 威力很小 其實康定吉為什麼會用派 我們跟法國買的 康定吉就是拉法葉艦 事實上過去 我們海軍在南海徵詢的 任務分配上面 就邀兩次艦隊 他就是配備康定吉 所以第一個他的航路 他比較熟悉 再來就是說 當然這次我們也認為說 因為太平島這個問題 背後我們大家也認為說 跟美國的壓力有很大關係 所以我們其他海軍的 其他艦艇 包括紀德級艦 包括紀洋級艦 包括成功級艦 隨便派這種不是好 紀德級跟紀洋級 都是美國賣台灣的 比較高級的 成功級是等於協助台灣 這個製造研發的 大家會認為說 會不會背後有美國的壓力 就是你不能派太強的去 不是說太強 因為這些都是美方 他協助你的 不能派美國 跟我們合作的軍艦 到那個地方去 你如果說派這樣的艦艇 是不是到那裡 他也會有意見 事實上我不能說 這個滅自以威風 康定吉艦20年前買回來的時候 他在世界上 還是第一流的戰艦 但是那是20年前 因為他當時 其實他的逆中的設計 算是在各種艦艇裡面 相當的先進 但是20年後 特別是我們當初採購的時候 我們看到這個上面 這個方針快炮 另外這個包括海蟲樹飛彈 因為法國沒有賣我們這個 Aster-15比較強的飛彈 我們只好自己加裝 舊式的這個美製的飛彈 海蟲樹的飛彈 它射程很近 它只有大概不到10公里 它打不到高空的戰機 上面 我們也自己配備了國造的 這個熊二反艦飛彈 但是這總共也才8枚而已 所以數量 這個飛彈數量上面其實不多 如果說今天萬一在南海 這幾天外界也在談 這個共軍在南海 這麼多最近在演習 他們都派出最先進的052D 052D剛剛服役 而且052D載的是 雄三飛彈等級的炮彈對不對 好 我大概簡單來對比一下 就是說事實上 我們的康定級跟他的052D 當然不能放在同一個水平上面 去比較 因為這是已經是黨制不同的軍艦 最簡單的你說噸位來講 我們的康定級3600噸 他們的052D7600噸 一倍大 一倍大 然後另外上面搭載的雷達 我們的T2000系統 其實已經算是比較老舊 過去中共他們也沿用 這個法制的是T2000系統 其實他們放在05 洞5 1 洞5 2 早期的 已經是比較舊的這個軍艦上面 飛彈上數量來講 它更是比我們多太多了 我們其實我們這個 他們總共可以搭載48枚 各式防空跟反艦的飛彈 當然我們不是滅自己威風 事實上如果真的要比較的話 真的輸很大 的確 如果是康定級遭遇到 所謂的052D 當然這個是沒有辦法再做對抗 它上面的雷達也是 它為什麼號稱 所謂的中國版的神盾 它上面搭載了海之星 就是所謂346A的這個 主動向位陣列雷達 它的偵測範圍可以到500公里 然後追蹤中間 空中的大概100個目標 然後鎖定中間的16個目標 依序攻擊 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 這個其實中間除了這個 包括它紅旗9型的飛彈 你看它這個可以連續發射 後面其實最大最 我們現在螢幕上看到這個 就是所謂的英級18 英級18就是 中國版的雄風三型 你的意思就是說 它如果對上 對方有飛彈來的時候 它的雷達系統比對方的飛彈 更快 更強 的確 它的四距 它是算四距外 然後它可以先看到 敵方的艦艇 然後就先鎖定目標 然後再加上它 你看它這次艦上 配備這個英級18 英級18它們號稱射程 我們的雄山飛彈 這次大家已經看到非常厲害了 連小魚船都可以命中 它的英級18 我們的射程 我們自己是講說150公里 但是英級18的射程 它們號稱有達400公里 包括它的速度 而且它是先用次音速飛行 然後最後末段是用超音速 所以等於說 如果它今天碰到052D的 他們的旅行三型的驅逐艦 其實它這畫面上是模擬說 遭遇到日本的 艾蕩級的神盾艦 它可以從空中攔截 它的空色的魚叉巡翼飛彈 然後海上的魚叉反艦飛彈 最後甚至我四距外 就可以發射英級18 遠遠的就把你的 日本神盾級集成